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迎来了人们共同同意的一名称叫做民主衰退 使用民主衰退这个名称最早的最重要的发明者 创造者是Stanford的教授 也是非常著名的政治学者Larry Diamond 他认为这个民主衰退出现在美国 出现在英国出现在欧洲几个典型的民主大国家里面 而法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La Monde 在最近发表了一篇社论 这个社论是发表在2023年的11月5号 他认为隔一年就是今年的10月5号 美国的总统大选将决定民主制度在美国是否还会存或者是亡 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话会不会太过于dramatic 太过于戏剧性 很可能是你对民主政治的定义并不完全了解 什么是民主政体 台湾算不算没有政体 台湾算 因为台湾至少会做到和平政权的转移 但美国去在上次大选的时候 2020年那一次的大选 2021年1月6号发生的事是差一点 没有办法做到和平政权的转移 那如果那个不承认政权转移 而且攻击Capital Hills 率众叫大家去攻击 而且认为他们是做了勇敢了不起事情的前总统川普 再度的入主白宫的话 就代表人们对于和平转移政权这件事情 是觉得没有所谓的正当 现在表示民主本身不代表一种真正的价值 而川普的回国会将这种公然攻击 民主宪政应该有的一定规范 叫做民主宪政的ABC 变成它根本不存在 所以他被称Le Monde 把它称为是民主的消亡 而英国的金融时报 把2024年视为一个民主漫长的一个旅程 第一个 曾经自由主义在柏林围墙之后 在全世界到处的蔓延 然后现在慢慢的结束 没有人在相信自由主义 没有人在相信个人主义 独裁者的春天回来了 这比照起当时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 人们对世界的预期多么的反差 又多么的讽刺 你会扮演美国今天 你永远不拥有力 从严到行 严出必行 川普的从政之路 从一个讲台到另一个讲台 发动攻击 毅然成为一种田律 这是法国海外销售量 最大的报纸世界报 迎接2024最大担忧 他们用社论指指 今年11月5号的美国总统大选 将决定民主存亡 如果川普真的重返白宫 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 将远远超出美国境内 且将外溢到欧洲 及全世界 这是1月6号 国会暴动事件后三年 伤痕依旧主导美国政局 拜登试图在启动 2024大选的演说中 将选民今年秋天面临的选择 定位为勇敢捍卫美国民主 不然就会沦为政治混乱的 因切警告 且伴随国际危险清单的 不断增加 美国新总统的外交政策 势必将改变欧亚 甚至是中东的和平愿景 这是为什么外界担心 川普的回国 将使公然攻击民主规范 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且美国民主的消亡 不会是一刀毙命 而会是千刀万剐的 流血万滴 川普且幕僚毫不掩饰 自己近距离观察后的结论 经济学人智库 也在川普第一任就职后不久 2017便将美国评级 从完全民主国家 降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 2021年还基于 疫情相关的错误讯息 即试图推翻2020大选等因素 得分再往下调三个百分点 在他们眼中 川普作为美国近代史上 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之一 却总是用分裂策略 来巩固及动员群众 公然将美国白人劳工阶级的困境 归咎于移民 富裕精英和中国 无疑是扩大了 国家内部的仇恨与分裂 替美国民主制造了一个 有毒的环境 他们大声疾呼 美国民主的命运与未来之战 早已超出谁入主白宫的范围 当下的美国必须重新思考 民主运作的方式 而不是任由自己落入一种新专制主义 这并不是预告 美国将变成独裁国家 而是它逐渐形成的一种更复杂的 不民主统治 与一种类似 诈取式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集权 赢得足够多人的效忠 以实现稳定 看似有投票等足够的民主外观 来宣称其合法性 但其实民主早已名存实亡 任由国家被一个接一个 专制的重量级人物所控制主导 未 dah继续与又是不仅达在美国 宝人政府 最冷静З Maja已经 док出 sources onsми难过 民主力 由于民主党 市场 权犯 пол家 sozial 但是 它不會只存在美國的環境 我認為會有 可能是 世界大戰三 如果他能夠參與其他批判 他已經在美國的民主主義項目 把美國的民主主義項目放在美國的領域 《倫敦金融時報》把2024 視為民主漫長旅程中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如果只是從雅典喧鬧的廣場辯論 到18世紀哲學家的思考 然後走向一個公正公平的世界 或許該令人振奮欣喜 偏偏反自由主義已在全球蔓延 不斷體現史丹佛大學教授Larry Diamond 十多年前創造的民主衰退一詞 只見越來越多大型民主國家的 獨立機構權力被削弱 年輕人對選舉意義日益冠滅 都讓人意識到當代民主正陷入危機 美國政府是在 Writter 你們看來我們的參於 這個賊移民會展現時 從總統和總統 到媒體 到教育 到教育 他們都在下跌跌跌跌 無法阻止那些 美國是G7的一種 一種能力 在立法國選擇的能力 在立法國選擇 這是一個真實的問題 我們必須不平衡 他說 美國作為自由世界 最重要的武器庫級捍衛者 儘管他的影響力 正因近期他對部分盟友的 過激行為視而不見 大幅受挫 但倘若川普回鍋 將更助長獨裁政權的氣焰 替全球獨裁者迎來美好的春天 在這幾個月 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 撰文直言 2024将会是全球捍卫民主年 各国都该极力保护 这80多场选举 免受反派演员的侵害 这里不仅存在民主本身的风险 还有数位平台 身为技术 深层式人工智慧的兴起 及外国影响力所加注的威胁 必须靠创造性及灵活度 来应对如此复杂的挑战 川普与美国只是全球代表性的指标 民主能否顺利挺过2024 将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里程碑 2022年的时候 全球电动车排名第一名的 你可能以为是Tesla 美国不是 是日本 排名第二的是中国 美国排名第三 2023年中国超越了日本 成为第一 日本还是第二 美国还是第三 如果以汽车的品牌 是比亚迪第一名 超越了Tesla 在2023年的第四季 我刚刚被这几个数字 告诉大家 不是中国多伟大 是告诉各位 这将成为未来 几个强火 逐鹿天下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就是电动汽车 而这里头最关键的技术 是两项 一个是电池 电动汽车的电池 还有电动汽车所使用的晶片 这个都会成为强权里头 地缘政治里头 大家进逐的最重要的两项项目 中国所以会超越日本 是因为中国在东南亚 在泰国 在印尼 在马来西亚 有远比日本 还有比特斯拉 更好的销售成绩 而目前电动车将成为 美中下一个地缘政治的战场 尤其在电池领域头 已经很明显 因为美国开始盯住了 宁德时代 任何美国的资本投资 宁德时代都要被管制 那除了电池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晶片 这也是为什么 日本希望台积电 到雄本那个地方 投资24跟48奈米 因为这些晶片 基本上都是属于 汽车所需要的 成熟型的晶片 除了电动汽车 里头的电池 还有我刚刚讲的晶片之外 另外半导体不要说 太阳能的电池板 以及钢铁 也许是太阳能电池板 也成为美中竞主的领域 也正式被美国的经济学家 David Goldman 列为未来美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24年开始 又全面除了半导体之外 另外一个完全要进入 美中冲突里头 最重要的科技产业 电动车已成为中国 计压群雄的最新利器 2023年 中国出口了526万辆汽车 打败蝉联6年榜首的日本 首次成为了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 其中比亚迪的电动车 更是在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等20余国都占据销量盟首 在屏幕下方有一个按钮 那么操作人员只需要按下这个操作键 现在这台车就可以开始原地旋转了 有了这个功能 在狭小的空间里头停车 对于车主来说 以后将不再是困难了 那么即便是遇到极端的路况的时候 也能够通过这个原地掉头的功能 实现快速的脱困 那么这一台车 也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新能源汽车 目前在市场上的关注度非常高 这是比亚迪最新公开的黑科技 一个名为E四方的应用APP 包含了各种驾驶模式 让新手驾驶上路再也不怕 受益于价格性能等多重优势 比亚迪已经成为了电动车的代名词 特斯拉 应该害怕也必须害怕的劲敌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第四季度 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 首次超过特斯拉成为世界销馆 在2023年4月份 中国自主研发的BYD 十几年前还不被马斯克放在眼里的比亚迪 如今却把特斯拉赶下了神坛 那么既尤其华泽动车销量 WARREN BUFFETT OWNS 10% STAKE IN THAT. WHY DO YOU LAUGH? THERE HE IS, TRYING TO COMPETE. WHY DO YOU LAUGH? HAVE YOU SEEN THAT CAR? HAVE YOU SEEN THAT CAR? HE SAYS HE SNARED AND LAUGHED. I'LL TELL YOU WHO'S LAUGHING TODAY. WANG CHUAN FU, THE FOUNDER OF BYD. HE'S VERY DIFFERENT FROM ELON MUSK. NO GRAND SOCIAL MEDIA DISPLAYS, NO PR STUNTS. HE LIKES TO STAY ON THE SIDELINES. BUT HIS AMBITION IS GRAND. HE WANTS TO BEAT THE TOP DOGS IN THE AUTO SECTOR. THE LIKES OF GERMANY, JAPAN AND THE U.S. IN THE LAST QUARTER, HE CAUGHT UP TO TESLA. BYD, WHY CANNESS TESLA? 专注於亞洲的汽車諮詢公司首席執行長鄧凱說, 在價格上,沒有人能與 BYD 批敌. 就這麼簡單. BYD,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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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ERY.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指出,行業領導者承認, 比亞迪構成的最大威脅來自於該公司的關鍵成本優勢, 離電池。 這是電動汽車成本最高的單一部件。 根據伯恩斯坦的研究, 比亞迪的電池積山於世界上成本最低的電池之列, 同時擁有接近最高的能量密度。 這使得採用其電池的汽車具有更好的效能, 也幫助它削弱西方對手的價格競爭力。 基金比亞迪深度掌握汽車製造產業鏈, 這家汽車製造商, 自產大部分零部件, 如發動機、變速箱、控制系統和制動系統, 車輛電子設備給予刷器。 只有輪胎、汽車玻璃和少數通用零部件 是從外部採購的, 這在業內是很少見的。 而隨著全球汽車行業逐漸告別內燃發動機, 比亞迪的垂直整合結構, 從控制礦山到生產電池和晶片, 也成為了外國競爭對手羨慕的對象。 中國的公司, 如BYD和電池製造工具, 已經看見在前面。 Tesla不能夠放棄。 美國外交政策期刊報導說, 比亞迪的迅速崛起, 是中國多年來努力建立汽車製造基地, 並在全球汽車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的產物。 I think the EV market is still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we saw over the last 15 years w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ust ploughing money and incentives into electric vehicles. 而成為簡單的最重要中國外伸 responsive 中國唯有50%都市場支出 最澄 Bir的EV但是在這個月下 在美國 Debbie對中國 我們先進步 中國 rouxambling 不要四個毫esto的他們輸在中國 中國有個月 日本八點都 Empire 而馬斯克當初決定赴上海投資 興建首個海外超級工廠 更是推了中國電動車產業一把 當年青木買家是賣品很便宜 他們能夠運賣賣品很便宜 但是他們沒有很多榮證 當年青木買家是賣品很便宜 但他們賣賣品上市場的賣品 但他們賣賣品上市場是賣品 這裏改變了電腦機構的概念 英國《金融時報》說 儘管比亞迪的成長主要是在中國本土實現 但它成功追趕特斯拉 凸顯了美國 歐洲 日本和南韓的傳統汽車製造商 難以適應消費者偏好的快速變化 美國《外交政策》期刊也點出 北京的這項策略長期以來 一直令華府跟布魯塞爾感到不安 而對中國電動汽車產業崛起 美國正在考慮提高關稅 歐盟也發起了反補提調查 然而專家們警告說 即使中國汽車製造商被關稅保護牆阻擋 依然能在價格上 與美國和歐洲製造商競爭 中國有約40-50%的公司 約40-50%的公司 如果在俄羅斯製造商 如果你是在俄羅斯製造商 想購買一個公司 那是好公司 或是好公司 你可能會購買一個公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反自由主义的浪潮 迎来了独裁者的春天 你总把这件事情等同只有一个名字叫川普 但you're wrong 你是完全错误了 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事件 也是你熟悉的这个事件 完全证明了它是一个社会正在发展的一个趋势 在以哈战争的时候 由于以色列犹太人在美国的游说能力太强 这种游说能力不是针对国会 针对媒体 因为太多犹太富豪投资很多的各个不同例 尤其是学校 所以美国突然校园没有了言论自由 在容许巴勒斯坦的后裔学生 以及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国学生 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之下 U-Pen 宾州大学的校长下台 美国最有名的哈巴大学的校长 由于他被找到他论文里头 其实他论文里头没有剽窃 只是他在列入标注里头 并没有完全符合道德规范 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 他还是个女性 又是加上他的肤色 本来是哈佛大学故意找一个女的 又是一个肤色 是非洲裔的 希望由他来带上哈佛大学校长 而这些都使得他很快在这场斗争里头 他也下台了 连哈佛大学的校长都下台了 现在仅存的剩下MIT的校长还没有被逼下台 这都是美国的众议院 加上美国的各种舆论 简直是用AI的方式 好很可怕吧 FBI的调查方法 但FBI没有解释 非常很像FBI的情报局调查方法 就一个一个逼迫 而在当时出最多钱 使最多力 毕哈佛大学校长的背后这位神秘人物呢 是犹太的亿万富豪叫阿克曼 他的妻子是一位设计师 但他的设计师呢 他的名字叫Nary Oxman 他2010年的时候 在麻省理工学院也写了一个博士论文 结果他被德国的一个媒体找出来 德国媒体找出来呢 他的博士论文里头 是涉嫌抄袭的 他一涉嫌抄袭 那这个不是比当时比哈佛大学的校长 他只是标注不明显 来得更加的严重吗 结果阿克曼的说法是说 用AI啊 可能所有的人啊 他的论文通通都是抄袭的 我太太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人们忙就说 涉及到你太太 为什么你的道德标准不一样 你谈起哈佛大学的道德却如此 校长的道德却如此的苛刻呢 更厉害是阿克曼 他本身拥有很好的经脉 那任何一个媒体都需要进各种不同的投资 于是德国这家媒体 他报道了他的太太的故事之后 他们的所有的老板 都透过各种银行家 各种领域里头的压力 居然就对内部的人说 我们报道这个新闻 有新闻价值吗 所以我刚才谈 反自由主义正成为潮流 我们迎来独裁者的春天 这个独裁者不是指普丁 不是指习近平 还包括阿克曼这种人 还包括那些拥有钱 就可以叫媒体闭嘴 还包括那些可以叫一个校长下台的 所有这些用他的金钱 用他的权利 可以来扼杀别人言论自由的 所有的这群人都是独裁者 他们的春天已经降临了 美国新闻媒体难得会见到 自己的报道被母公司公开质疑 但最近商业内幕 就遭到母公司 德国出版巨博 阿克塞尔斯普林格 此般对待 说起来 这其实是美国对冲基金亿万富豪 艾克曼一手掀起的波澜 商业内幕的记者揭露 艾克曼的以色列裔妻子 奈利奥克斯曼 在一篇2010年的论文中 直接把维基百科的内容复制贴上 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的奥克斯曼 毕业后曾一度任教于母校 抄袭 正是艾克曼日前强逼哈佛大学校长 盖伊下台的戾气 2023年12月 哈佛大学前校长盖伊 连同宾州大学与MIT校长 致国会山庄 出席校园反犹太主义的相关听证会 共和党议员斯特凡尼克 咄咄逼人 质问三位女校长 针对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 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 是否已违反学校规定 盖伊指出必须是情况而定 这场听证会在美国掀起滔天巨浪 接着三位名校的校长 都成了犹太裔富豪艾克曼的眼中钉 在艾克曼这些大金主 铺天盖地的施压下 盖伊终于因为抄袭争议而下台 但当指控票窃的矛头 指向艾克曼的妻子 他却有百百种辩解 事实上 奥克斯曼以坦诚抄袭且公开致歉 艾克曼却仍坚持 他妻子是无辜的 在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怂恿 艾克曼提告后 艾克曼加强对商业内幕 以及其母公司的攻击火力 阿克塞斯普林格的反应 是对艾克曼扶手称臣 阿克塞尔是一个巨大的媒体集团 旗下还拥有Politico等媒体机构 但艾克曼仍不肯善罢甘休 他强调如果未能适当著名论文中 引述的材料就被指控为抄袭 那么没有任何人的论文 能经得过AI的查核 他实言将审查 MIT所有教授的论文 找出是否有剽窃行为 事到如今 即使盖一已经卸下 哈佛大学校长宝座 艾克曼仍不满意 但艾克曼的双重标准 也被订阅人数破百万的 美国线商政论节目 临界点 主持人善笑 当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 10月7号突袭以色列 并残酷杀害上千位平民后 哈佛34个学生团体 连署发表声明 认为此事的发生 以色列应该负起全责 艾克曼和其他企业领导人 迅速反应 他们高调要求哈佛校方 提供连署名单 把这些学生列入黑名单 永不录用 所以艾克曼真的如他所言 是想捍卫言论自由吗 还是他只想控制 谁能说什么 或者不能说什么 盖伊等三位校长 在听证会上 针对反游议题闪烁其词 其实卓言点在于 维护校园内的言论自由 I just always have to remind people it's not like there is a single documented instance of college kids running around saying genocide the Jews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are protest chants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 that's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and so for you to come in over the top and cancel this person get her fired effectively for not censoring for actually having a free speech position I just don't know what we're doing here there's a jellyfish boom in the UK and Ireland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the 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 has revealed a 32% increase in jellyfish sightings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e charity's annual report is based on data sent in by the public those sightings are then analysed for interesting patterns such as changes in species or long-term trends in population sizes so what's behind the rise of jellyfish sightings as waters warm in springtime jellyfish start to grow and reproduce and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really good when the water's warm when there's lots of food available that reproduction can happen really very very quickly under those conditions the numbers of jellyfish at sea can get to be very large if that coincides with storms or onshore winds these blooms of jellyfish are blown in towards the coast where they accumulate and appear even more dense if the public happen to be there at that time that's when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observations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反自由主义的浪潮 是全世界性的 而一个所谓我们的 他们的国族主义 也是全世界性的 但是在反移民里头 最严重的 还是原来的那些 富有的西欧 跟美国这些国家 还有加拿大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 在19世纪 种族的优越感 像日本是没有的 日本基本上 现在它需要 大量的移工 韩国也需要 大量的移工 所以他们就引进 很多很多的移工 所以相对来说 真正问题呢 比如像比利时 像意大利这些国家 它未必是比日本强的 但是他们的反移民 几乎到了 没有理性的一个情况 主要的背景 还是来自于 他们过去殖民里头 他们所产生出来的 种族上的优越感 使他们进行了很多 不只是反自由主义 甚至是反经济的 没有理性的 我们的他们的 国族主义的 强烈的认同 而这种认同本身的 排他性非常的强 那在排他性的强里头 我们过去做了很多报道 好几个国家 在欧洲一个一个沦陷 美国现在 最重要的美国总统大选问题 也是移民问题 就反对无证移民 也就是他们讲的边境问题 成为最严重的问题 另外一个国家呢 是加拿大 它曾经是移民大国 它土地很广阔 很欢迎移民 就现在相反了 加拿大也开始进行了 对移民的限制 包括对国际学生签证 可以签证多少人 你来这里 可以打工多少时间 都进行了各方面的限制 这成了这几个过去 曾经殖民 或是有一定的白种人 优越改的这些国家 共同的特征 当一国人口成长过度快速 以至于所有可用资源 都得用来维持现有的资本劳动力比率 导致生活水准无法提升 甚至倒退 这就是人口陷阱 也就是说人口激增 但相对应的住房 基础建设 社会福利 都没能跟上人口成长速度的话 就会衍生出住房开支飙涨 和生活品质恶化等问题 而这正是加拿大所面临的困境 Say I bring in three workers but I only have two hammers in my toolbox which is my capital stock what am I going to do with the third worker right so your income since that extra worker doesn't have any capital to work with for example that hammer then your capital per population starts going down then your income per person starts going down so that's the thing we have to modulate our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accordance to what the economy can actually absorb and right now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 don't have enough hammers to accommodate all of these workers I want to come in that's the example of capital stock 加拿大央行的经济学家估算 加拿大每年的总人口成长 不应超过30万到50万 以避免掉进人口陷阱 但加国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 这一年间人口增加115万 是66年来首见的最大增幅 2023年总人口 还达到4000万的里程碑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re driving a population boom not seen since the late 50s as that baby boom generation increasingly retir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fill shortages temporary residents mostly comprised of foreign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we've said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last year were more than 300,000 people like they are largely driving population growth in this country right now among those coming foreign students temporary foreign workers many more people competing for social programs jobs health care and housing 開放移民 長期以來一直是 加拿大政策的基石 因為加拿大依靠新移民 來解決其迅速老化的 勞動力問題 但激增的短期外國移民 造成可出租的房屋短缺 租金上漲 2023年12月的房租 比去年同期上漲 百分之七點七 過去兩年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二 估計到二零三零年 加拿大需要增加350萬套住房 才可以讓民眾都能負擔得起 住房開支 我會認為現在正在這個情況下 我會說是 國安政府 失去這些影響 住房危機一日不解決 總理杜魯多的政治壓力 就會越大 但現在加拿大建造房屋的速度 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 於是杜魯多政府把矛頭指向了大幅增加的外國學生 也是造成加大房租高漲的元凶之一 加拿大是外國學生熱門的留學地 因為完成學業後相對容易獲得工作許可 2012至2022年期間 加拿大錄取的外國學生數量增加了193%以上 移民部預計到2027年外國留學生申請將達創紀錄的140萬份 杜魯多政府計劃設定招收外國學生的上限 從4月開始 國際學生每週工作時間還將從40小時減少為20小時 提供一個穩定的工作機會 適合他們的工作環境 幫助他們轉移到工作 讓他們增加了20小時每週 比讓他們工作限定的時間 2023年加拿大的國際學生達創紀錄的90萬人 為雇主提供了充足的零食工 並有助控制整體成本 據統計 2023年食品服務業共110萬名工中 國際學生佔4.6% 減少外國學生的工時 恐引發已經人力不足的服務業和零售業進一步缺工 專家警告減少招收外國學生又縮減工時 還將削弱加拿大的經濟復甦 當人們不慶聚用工作 這副時間減少費在學生的工程中 會在他們的情況下 那代價值得少錢 所以有可能有不同的影響 在同時 的情況下 在影響务費的問題 而這些公共產生 影響的問題 但是也有所需求的 要求的 而且国际学生可是大学的主要资金来源 他们为校方每年带来约220亿家园的收入 2024年加拿大实质GDP国际成长仅0.1% 2025到2028年平均每年增加估约1.95% 如果对短期的外来移民关上大门 2024年实质GDP估将效果0.7% 接下来四年的年均成长估下修到1.78% 而这也正是西欧北美政府面临的难题 需要外来人口填补本地劳动力缺口 驱动经济成长 但同时又得避免掉进人口陷阱 反而导致本国人民生活负担更加沉重 对外来人口更加不满 而且当民生问题被炒作成仇外的意识形态 仇恨蒙蔽双眼时加速国家分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1年的8月初突然塔利班包围了阿富汗的首都卡布 然后8月30号美国完全的撤出阿富汗 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当然撤出了一些难民 但是也没有完全撤出 那个时候阿富汗只有一家音乐学院 这家音乐学院的创办人呢 校长正好人在澳洲 他透过各种的管道联络各种不同的音乐家 希望能够协助这个阿富汗音乐学院的这一群人 可以离开阿富汗 因为他太了解塔利班政权 不会容许音乐学院继续存在 其中身处元首最重要的就是著名的华裔美国音乐家 马尤勇 他们出资很多钱 用尽各种不同的方法 先把这一些音乐学院的学生转到了卡达 再透过卡达最后找找落脚在非常美丽的葡萄牙的古城 布拉加在那里重新建立了校园 虽然在所有的悲剧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美丽的花朵 坐在国际舞台上演奏是所有音乐人的梦想和目标 但对这些阿富汗年轻人来说 这个梦想更难达到 因为两年多前的风云变色 几乎夺走了他们对未来的所有希望 2021年8月 美国撤军阿富汗后 塔利班重新掌权 不想活在极权统治下的阿富汗人仓皇逃离 而阿富汗唯一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桑马斯特知道 塔利班不可能允许他的学校继续存在 所有学音乐的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 势必得放弃他们最爱的音符 我通常问他们说 为什么塔利班不禁止音乐 这是一个教育吗 我说 伊斯拉里没有对音乐 它是恐怕音乐可以寄出非常重要的信息 到阿富汗里的邦汗里 然后音乐可以带到阿富汗里的邦汗里 对塔利班的邦汗里的邦汗里 因为他们使用音乐 他们有自己的歌词 对他们的邦汗里的邦汗里 在他们的歌曲上 桑马斯特现在能在葡萄牙 安心地看着学生们练习 其实是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历程 塔利班重新掌权时 人在澳洲的他立刻联络所有人脉 要把全部学生救出来 一个都不能少 而当时这位全球知名的音乐家 立刻伸出援手 马尤汗里的 лес研究 在马尤友和美国外交官的奔走下 卡达政府先后派出四架专机 成功帮助270名阿富汗音乐学院学生 离开喀布尔 停留卡达一个月后 师生全员前往葡萄牙古城布拉加 重新建立校园和家园 在新家园安稳落脚后 这支阿富汗青年乐团 特地和恩人马尤友合奏演出 感谢所有人的帮助 台上和马尤友合奏的乐章结束 流亡葡萄牙的人生旋律才刚要开始 帮助学生离开阿富汗 校长桑马斯特已经成功过一次 他现在要帮助的对象 是还留在阿富汗的学生家人 葡萄牙政府已同意桑马斯特的请求 即将有约300名学生家属 前来布拉加和子女团聚 至于桑马斯特自己的梦想 他希望这支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 能尽可能地在欧洲巡回演出 让世人知道 阿富汗人不会放弃 阿富汗的文化 不会被塔利班终结 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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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